我是奥峰,也是秦城著名的废伍七少尹 作者 峰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496集 三大高手愤怒地全力追击,实力发挥到了极限 电光火石之间,云晴仓就追上了福泰 云青红截住了助针,兰修挡在了凌兵身前 你们挡着我们,你们也会死的,不要命了吗 福泰面色猙獰,急切地咆哮着 云青红冷冷看着他们道 我说过了,奥峰死,我就死 兰修淡淡道 怕死,我们就不会出来 老夫就是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给我外孙陪葬 云晴仓充满愤怒的雨声和那唇厚的金色神力同时压迫过来 任谁也看得出,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完全就是想要拖住他们同归于尽 生死关头,福泰和助针也拼命了 赤红着眼睛挥出双掌,用尽全身的神力爆发向前挥出 高鹤一声,滚开 双方的能量在这一刻轰然交锋 挂起的风暴震得整个石窟不住晃动 好似发生了地震 实力相当的六人皆是胸口一闷 被刚锋的尽力推得向后百米之远 六人冲撞的中央,一个十米之深的深坑在地下出现 一撞之下,二者距离再次拉开 云晴仓等人被迫地向后退 而福泰他们则趁力前进了百米,脸上喜色大现 机会啊 现在的他们,离着传送门的房间不到十米 一个箭步就能窜出去了 他们觉得,他们只要到了外面 哪里都能去的 安顿下来,就能施展灵魂召唤 回归上层未免 还怕这些围追堵截 正当他们高兴之际,一变突生 一道火红的光芒在那龙溪结成的尖兵之中 冲天而起 那抹红芒在冲出尖兵之时 轰的一声 狠狠在九头冰龙王身上 重击了一下 然后便借助着反作用力 向着这边扑道 红影好似一道红光 肉眼根本无法捕捉 只能隐隐感觉到 红光之中竟有一股不亚于 九头冰龙王的可怕能量 快如流星,急如闪电 速度最慢的灵兵转眼 便被那红光追上 大闻扑哧一声 暗红色的成枪便将他前后戳了个对穿 从他胸前插入 背后戳出 那红影单掌前批 拍在他身上狠狠一震 直接震碎了他全身的经脉 灵兵一口血喷出 心脉俱损 眼看是活不成了 再强大的人 要害受损也一样得死 灵兵瞪着眼睛 死命地想要看清楚来人是谁 却在瞧见他容貌身形之际 无比震惊地突出了眼珠 你 你 断断续续指着他 灵兵一句话没说完 再次喷出一口血 抬起的手就落了下去 光芒换电一代神军就此陨落 一举杀掉灵兵 这红影方才停止下来 众人这才瞧清楚他的身影 他提着一把暗红色的长枪 全身火焰灼烧 鲜艳精致的红莲战铠 流光溢彩 趁得他本就俊美的容颜 更加炫目 一把火红长发 高高扎成马尾 被一根黑色绳索记着 在火焰之中随意飘舞 美丽的红眸中 杀气荡漾 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 令许多男人 看得鼻血大喷 绝对是人间绝色 这突然出现的绝色女子 带着一股冷傲之气 淡淡地 挡在通往传送门的房间之前 目露寒光 红唇微起 福泰阁下 祝珍阁下 你们要去哪里啊 盯住他绝美的脸庞 福泰和祝珍 眼睛瞪直嘴巴张大 连反抗和回答都忘了 整个房间内的所有人员 也在这一刻 集体傻眼 倒不是因为 他的强悍和美丽 而是因为 那张绝色的容颜 竟然与傲锋的脸庞 并无二异 虽然线条柔和了不少 但却还是能一眼 便认出来 云情仓张大的嘴巴 久久不能合拢 对他来说更为震惊 傲锋男装之时 还与云峰沁略有差异 可此时一旦退去了伪装 简直就和他那宝贝女儿 一模一样啊 傲锋 老家伙拼命眨巴着眼睛 话都不会说了 怎样也无法表达出 他心底的震惊 外公 老师 还有大家 抱歉 让你们担心了 傲锋扬起一抹微笑 轻声叹道 事到如今 也不必再隐瞒了 这绝色女子 真的是傲锋 容若等人嘴巴早就张成了欧 雷玉峰目瞪口呆得傻傻问道 傲锋 傲锋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以前还摸过呢 明明是平的 怎么突然又这么高耸啊 这不是主要问题吧 方妮翻了白眼 真想狠狠扁他一顿 傅又疑惑道 问题是 傲锋不是男的吗 怎么突然变成女的了 众人正震惊疑惑中 那受伤的九头冰龙王 却突然怒叫道 该死的 尚古御修法 你身上有幻神能源 随着九头冰龙王 劲爆的呼吓 那些奔跑中的降临者 忍不住一个个铸足停下 凝至原地 他们惊骇地看向身披红莲 战凯的傲风 眼底慢慢出现了极端的炙热 幻神能源这四字 足以让人疯狂 幻神能源 在 在他身上 嘴巴张大的福泰 震惊而艰难地 突出几个字 不敢置信地问那冰龙王道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九头冰龙王 硕大的瞳孔里 闪烁着几缕胸异 警惕地盯着傲风说道 他的凯华方式 是上古御甲术 战凯与武器 乃是同一幻兽所化 如果没经过幻神能源的赐福 不可能施展 刚刚我的封印削弱 让我得以挣脱 必是他将能量 聚集到聚灵阵中 破解了幻神能源的封印 经冰龙王这么一说 众人的眼里 便多了几分了然 幻神能源 只能寄宿在女性体内 傲风拥有幻神能源 他母亲又是曾经拥有 幻神能源的黑暗圣女 云风沁 肯定会被当成第一嫌疑人 自然不可能让人知道 他的真实性别 隐瞒的理由说得通 况且 从奥风崛起到现在 不过短短几年功夫 天赋再高的人 也没有这么可怕的进步速度 赤血麒麟的契约 是一个方面 幻神能源的辅助 又是另一个面 再加上奥风本人的努力 这才造就了 如今的大陆第一人 在场的人都不是笨蛋 稍许一想 立刻明白了事情始末 却还是有些不可思议地 张大了嘴巴 尤其是曾经认识 傲风的人们 秦城主是女的 雷霆 地掐了一把大腿 却没有感觉到痛苦 眨着眼迷惑道 奇怪 奇怪 怎么不疼啊 难道真的是在做梦啊 要是做梦 我宁愿 永远也不醒过来 摇望身材劲爆的 绝世大美女奥风 这位哥们的表情如梦似幻 一扭头 却看到方逆面具下面 一双几欲喷火的眼睛 本集结束了 拜